大家好 我是GVirus 歡迎回來我們的第三輪 劇友篇 Part 2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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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猶豫要不要帶那個銷售槍 彈藥又怕不夠 所以是很令人頭疼的地方 那其實這邊的蜘蛛比起陽管地下道的蜘蛛還蠻怪多的 基本上追擊率不是很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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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當然是會損血啦 這個就是權宜之祭人 實況嗎 只是實況我常常會NG 我應該一緊張就NG了 總是求好心切 想要表現的比較好 等下等到紅鞋再來吃 帶火焰彈是有原因的 現在那火焰彈都很小心使用 因為普通模式 火焰彈是大概只有12發而已 非常非常的少 如果是在簡單模式可能還可以用到18發之類的 沒有搖桿真的是會卡頂啊 那等下估計在被抓第二次我的血差不多就紅了 通常的時候就是適合吃草的時候 OK OK 天啊 這可是是不小聲掉下來的聲音啊 OK 記得 然後就跑囉 這個地方就是要嚇嚇玩家的 耶 我就跑了 要不然剛才上吊的那個殭屍 因為頭沒有爆掉 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會變殭屍 那我這邊預估應該彈藥是夠啦 所以我把無限小手槍先放完了 我是有點擔心彈藥不夠啦 所以才會想說多帶一些 那大王大概10到20發就夠了 我們看一下我血 OK 他在放一旁 他很安全 OK 紅血了 可以吃草了 所以剛才那個草其實並不是多件 就只是為了stand by 預防萬一人 那因為藍草比較珍貴 所以我們就先熱了 希望宿舍大概我們可以用15分鐘的時間去把他離開 不要讓我們費太多時間 我先別把他離開 第二代最魔時間的就是這個推箱子 推推樂 在當初一代的時候也是有這個設計 1999年的時候 那我記得那時候掌型機還沒有很流行 那時候只有Gameball 我記得裡面就有個遊戲像這樣就是要推箱子 好像也是當時那個年代 稍微有一點小有名氣的小遊戲這樣 所以別人說惡靈怒火裡面也融合了這個元素 推箱 推箱子好像到三代過完了 阿沒有阿後面還有 五六代也有阿只是不再是箱子 比如說可能是 推障礙物之類的 變成說是 一個小小的解謎的 puzzle 阿如果你怕等一下被髒那個鯊魚 當然可以先拿這個草 阿如果等一下太滿了一樣可以把這個草 那差一回合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那個 空手跑步還跑出鯊魚 被他咬到 有時候是那個位置 應該是差一點 通常會被咬就是大槍拿的時候被咬 或者是你剛好卡住了 在轉彎的時候卡到 就會被咬到一些 阿咬到一下就是掉一個鞋 直接變紅鞋 開門 小埋伏 吵架 奄附 鈍 金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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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王子啊 速攻的嗎 因為實況的時候那個留言 喔OK啊 好 我等一下 那個退出的時候我會留一下聊天室 因為聊天室的訊息不像我們聊天的訊息一樣就是會 會留著 只要我一關閉實況它就會翻掉 310% 你們不讓心意 Reching 50% of pressure threshold Activate emergency drainage system immediately 不舒服 覺得還不是3 隨機的了 上一回我玩的時候是3 然後這一回玩的時候就變 就變合了 其實到70蠻危險的 最好是不要到70 因為之前我們在玩簡單的時候他都是3啦 然後我看有的人功率寫2我會寫錯 沒想到還真的是隨機 因為我上一輪用的時候是3 這一次用是2 等於說有被搞到 不過還好啦沒有達到90% 之前手忙腳亂 當年第一次玩的時候手忙腳亂 直接90%過後就爆了 好 看一下是哪一種 應該也是藥草 那這邊我們在普通模式就只剩一盒三盞在這齁 都沒有所謂的榴彈 那如果有玩六代的玩家應該可以 聽得出來我現在的配樂是那個 惡靈古堡六代 克里斯篇的配樂 非常適合我們現在的詳情 緊張又是怎樣 比起相較那個一代重製版那個 背景音樂太過於 像沉默之兄那種詭異風格 玩起來就比較沒有緊湊感 玩起來就比較沒有緊湊感 那基本上只要後面沒有跑錯路線 沒有拿太多東西的話 基本上是不太會拖到時間 倒是陽管那邊比較容易 遇到 跑錯路啦或者是 路線跑錯地 就變成說如果你在前面陽管耗太多時間 後面就容錯率比較低 就是不能跑錯路線 東西都要記得在哪裡 說得好笑就是 看我一起玩一代的那個 朋友小羊 那就是原本他都是看我的攻略 然後因為我第一部攻略就是在解說 每個解謎的詳細流程這樣子 還有 什麼原因是怎麼推理出來這個解謎 這樣子 非常仔細啦 那就變成說花了五個小時 那第二輪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有 錄動畫 他儀式那個過場動畫 也是有在扣遊戲時間 所以變成說 我也多了半個小時出來 然後我那個朋友小羊 他就是 看久了我的影片之後 他自己去玩 然後我又提供他那個一個小時 半內的速攻攻略 他後來就解的比我快 他昨天晚上連續絕量 就是 都以兩個小時半的時間內 達到目標這樣子 就算是 清出於藍了 然後現在就換他 他跟我講哪裡要怎麼閃 怪啊幹嘛 就互相學習 那現在就變成說 是我要自己去突破這個 時間點 看可不可以在三小時內突破 我 沿途玩下來 我覺得最主要的壞習慣是 因為我太愛打怪了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就是很喜歡撿東西 那撿道具其實都會很耗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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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了 期望者 沒有上一步爬多完好像就花了一個小時13分鐘 當然有一段是NG 有一段NG大概來回扣掉十分多 1.4.2.6.3.7.OK 這樣子是裸女封面 那由於普通模式這邊是沒有存檔的 所以炒代購就可以了 蠻有關怪太多了 有人說如果你用閃彈 克里斯的話大概是打17發左右 那具有的話大概是打12發吧 我也不知道 我看我們還是快快用閃彈好了 剛才真的太浪費了 油彈兩發都是往下掉 MISS 沒有直接命中 難怪老手都不用那個打 MISS MISS 他不完算 這算就是Reloading的時候 哎喲 他手還在強 Potion還在吃一下 這樣只有第一階段還有第二階段 這刀紅鞋在切 他還在安走啊 Shit 死定了 剩下大概8發欸 不得10發左右 比較可惜是我們浪費了火焰彈 他那個榴彈會有一個拋物線 昨天我看那個朋友打死光一次 他也是用流傳彈戰的 結果那個榴彈也是往下掉 這樣吧 他就是這樣 我看要是招責 啊 找歐拉 OK 那我們存個檔就可以回洋館了 那我回洋館就帶著誰樣東西就好 这就是热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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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希望這邊不要再像昨天一樣 昨天不知道哪根進部隊一直卡停 是我的一番好久的 是有空中的 既然是有空中的 只可以在上面 看來我又來不及的機器 快退 這次可以成功了 一定可以成功 盡量不要NG啦 應該是太緊張的吧 可以成功了 可以成功了 不然我能够射击死我了 這兩隻我今天用什麼的 打機不必遺棄他,只要他比較淘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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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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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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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歡迎回來小羊 有了 沒關係啦 他說你應該在休息 目前順順利利了 有了 蛇順利啊 照你昨天那樣打 非常的順 好法無傷 反倒是植物這次我打比較不順 跟你一樣就昨天這樣被打下來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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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好 但是彈藥真的不太夠了 我在想等下要不要拿藍寶石來換欸 啊靠不會吧 我按錯了 我只是按開關而已 我在想說是不是要拿那個藍寶石去插 讓他不要 那個木砲 要是有毒 有毒 有毒 不算有毒 与你飛上閃下 吭嗲 呼嗲 忍你 個人的性格 嗚 嗚 欸不過為什麼獵人都沒跳出來 是因為拿了黃寶石獵人才會跳的 好像是喔 等一下外面有一隻光頭狂暴在等 狂暴了 只是他沒有爬起來而已 Shit 你看那個藍寶石我們都沒有推他自己掉下來 所以他這算是一個設定上的小瑕疵 罰位就剛才進去 該來 只有個窗狂 並且敢排位 即被咸 一想 trabajo 狂暴 雷 要討人淹了這個解謎 男不是男在不好撞 而是男在他 常常會因為一點點急咪咪就跟我們靠北說不能撞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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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說的 超賭爛的 是我沒對好嗎 我沒有錯過了 好 OK這樣可以了吧 對啊那個位置很難抓欸 我每次在解這個都覺得很痛 拼圖我覺得不難 是難在那個位置 我就覺得明明就擺得下 為什麼擺不下 倒北來 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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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沒錯了好 差點又以為我自己受錯路了 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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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取得更多的 剛才那隻浪費我太多東西了 碰他 一發榴彈好像miss吧 有炸到一點點 然後電他一下他就打在地上不動 我以為他掛了 誰不知剛才又回來吃了我三發散彈才死 真的是浪費子彈的意思 對阿如果他沒有死透他系統會幫他補我 超北藍的 他會自我療癒 我昨天去看那個啟示路2巴瑞的那個 巴瑞的那個遊玩的畫面 就是感覺那個氣氛一帶要凝重 到時候都是破破的監獄 然後怪物都是土爛透的殭屍 哇 飛天小狗 掰掰 飛天小狗 肥真高阿 對阿如果是兩個人玩的話應該也很刺激 因為好像像克雷爾篇 克雷爾就是負責戰鬥的 然後那個 巴瑞他女兒叫什麼 莫妮卡 莫妮卡還是什麼 莫莉什麼的我都忘記了 M開頭的 莫小姐她 她就是負責那個 負責找道具阿造名這些 那那個巴瑞篇也是一樣 就是小女孩 也是只能用石頭雜人而已阿 然後他也是負責看怪 然後看到你 他一樣可以幫忙撿東西阿 只是相較之下那個 巴瑞跟他比起來的火力真的差太多 巴瑞那個火力根本太猛了 等於說巴瑞在啟室路 或者是用那個 私人的名義 去救他女兒 因為他也不可能請求 DSA或者是國際 的那個 製救單位來幫他這樣子 就變成說他自己 像那個電影 即刻救援 連恩女訓那樣子 自己去救女兒 男槍匹馬 重裝上陣之類的 飛天小狗要出現了 不要飛我 奇怪只有意思而已 有衝鋒槍 然後又有小的那個 小的手槍 還有那個什麼來找的 閃彈槍不知道是不是後面才拿到的 火力還蠻猛的 那 克雷爾是 而且克雷爾的小手槍 還有剩人家的 剩刺機的 小獵人 機器叫小獵人 這兩隻其實我很想打 只是現在彈藥不夠 我想說算了不要 不要浪費子彈 好悶喔 有怪想打不能打 可惡 雞爾姊姊怎麼撿不到 這個是6槍 然後4槍就倒了 對阿 你說的沒有錯 我們要忍耐 刻苦耐勞 打過火箭桶 打到火箭桶之後 再一次轟他們個爽快 寶仇雪恨 寶仇雪恨 之類的 想到如果要挑戰真實模式 我這樣打應該會 很難搞吧 可以把他放回來 再一個 要帶流彈嗎 打蜘蛛好像 這把沒屁用喔 流傷我試過不太痛 這個也是很幾% 他要先使命 他要把你抗爛 那些事情 什麼樣子 都在看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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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我現在擔心這種包包太難了 哈哈 沒有機會看到Gio姐姐嬌喘 是喔 12法 我靠啦 我現在要剩下幾法而已 不能跳過 啊 要帶小刀 靠 要帶小刀 該不會就要靠在這了吧 沒子彈了啦 過來了齁 小刀是在這嗎 不是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流散彈對他來說不太動 也要找到這雙頭 就說我沒有人 他呢 是吧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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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挑戰魔神的小刀喔 小刀需要很有耐心喔 特別是打王的地方 可以啊 吉爾就有這個 就可能挑那個最簡單 這樣小刀 啊用克里斯喔 因為克里斯他那個搓的範圍比較大 如果是吉爾的話 你會搓到哭喔 因為那個狂暴殭屍啊 那個粉木那裡那邊啊 他是 算是小刀模式最難打的 他植物42就比較以他啦 核藥就好 對啊 那個核草把它合一合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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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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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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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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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